缺织艺术 刘文正已经64岁了 但初人们的事业也已经24年了 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 却都熟悉刘文正 他当年是和邓丽金并驾齐驱的最红的男歌手 曾有女唱邓丽金男唱刘文正的说法 刘文正1952年11月22日出生于台北 他的家庭富裕 父亲开工厂兼营贸易生意 一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在美国工作 且有丰厚的薪水 刘文正自小就喜爱唱歌 1961年他参加了歌唱比赛 1963年参加儿童电视剧的演出 这也是他第一次上电视 1968年 在台北徐会高中辅高一的刘文正与郝友和 组织舞合唱团 并且经常在校内校外演出 1969年17岁的刘文正 参加台式歌唱比赛 得到第五名 签下一纸唱片约 1972年 刘文正在福冰地期间结束了音乐人刘家昌 不过他真正走红 却是等他退伍后 1975年加入格林唱片 在音乐鬼擦刘家昌替他量身打造 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诺言 在整个台湾引起轰动 当年十分流行 歌而优则演的模式 外形英俊的刘文正被马上安排进京电影界 主演了他生平第一部爱情文艺片《暖里门外》 不仅单高男主角 还主唱电影主题曲 发行了同名专辑电影《人生代》 有趣的是 这部由白景瑞指导 玉田妞 《昌爱佳》 夏琳琳等联合主演的 《青春爱情》电影票房 但 但刘文正演唱的主题曲 尽受欢迎 外形英俊出众 与辨识度极高的歌声 让刘文正俘获了众多歌迷的心 当年才23岁的他就已经快速串生为 炙手可热 刻影双气的年轻的明星 接下来的七年间 刘文正主演超过20多部同类型的文艺片 包括闪亮的日子 夏日假期 玫瑰花 星期六的约会 处处文体鸟 太空式的爱情营 却留住却上心头等 而且因为俊俏的脸庞 他几乎都饰演潇洒男主角 曾与林凡娇 林静侠及张爱佳 等多位台湾知名女星合作演出 刘文正于1983年底 第三次荣博金钟奖 最佳男歌星奖后 1984年结束了和保利金公司的签约 从此淡出歌谈 1986年12月成立了飞音国 开始培育新人 从事幕后工作 胡启贤 邱海震 方文林 易能静等歌手都出自他的名下 易能静与邱海震 方文林三人组合成为飞音三叔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风靡一时 1991年8月 联文正关闭了飞音公司 离居美国 彻底的退出了娱乐圈 联文正在美国 东南亚共拥有上百间房产 身价超过上亿美金 约近30亿台币 在纽约赌城 洛杉矶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都有落脚处 以远离华人居原则 购置房产 过上悠闲生活 联文正也正式舔了心 要和娱乐圈说再见 曾有演出商 开出白场26亿台币的价格 请他付出演唱 联文正也不为所动 这因一直保持神秘 联文正也成为台湾 硕国尽存的永恒传奇 然而 越是神秘 人们就越好奇 由于联文正行迹沉迷 台湾近十年来 皆有流传 关于他现今趋向的谣言 甚至有死亡谣言 2009年8月 台湾媒体爆出门料 趁当年红极一时的 歌星联文正在美国去世了 从29岁引退至今 20多年间 联文正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 但这次弄不好是真的 因为连击情同手足的好友 夏玉顺也不敢紧张 我们已经三个月没有联系 连他妈妈也一同失去联系 1986年 由刘文正一手带出来的 分音三叔成员之一的邱海正 也吓得打电话 到刘文正新加坡的公司查证 其实很多年来 不少人都在哭哭追寻 刘文正的消息 包括罗大佑 他也曾公开表示 想念刘文正 希望他回个电话 看到媒体报道后 刘文正联盟拨电话给夏玉顺 这时还活着 原来刘文正每三个月 或半年换一次电话 因此误传死讯 随后夏玉顺澄清 刘文正身高180公分 体重约80公斤 平常游泳 踏伤完全没变 帅到不行 对于此类谣言 刘文正的一贯态度是 就算讲我死了 我也不会出来澄清 多年前 媒体曾报道 飞翔与刘文正是恋人 船两人在美国同居 飞翔接受采访时 坦言两人是很好的朋友 到今天仍有联络 更称刘文正过着快乐 安静的生活 状况非常好 带有偏青秃头 费度 死心等夸张传言 更称有一天 若刘文正想要再面对 全世界华人观众 那是他的选择 52岁的吴启贤 曾从飞音唱片跳槽 与恩是刘文正 因误会产生嫌隙 甚至打赏 欢死 让他今年12月12日 将于台北TRC 举办起先刘文正演唱会 三远在新加坡的演出 让刘文正非常满意 他今年透过有人 告诉刘文正演唱会的想法 刘文正不仅急于鼓励 还答应让他翻唱经典歌曲 提供不少照片 让他在演唱会使用 看来师徒早已破逼 恩怨都成了过去事 他与天后 嘉惠今年突然宣布 在办完祝福行回演唱会后 退出歌坛 与文正得知这个消息后 夸嘉惠这个决定做得很好 退得漂亮 并终于曝光自己 当年选择默默隐退的主要原因 是担心有天会忍不住想回来 才会选择不向粉丝道别 就此低调隐墨咱人情 青蛙王子高凌峰 曾在生前的一个采访中 很正正的对主持人说 自己在演艺圈只配过一个人 他就是刘文正 高凌峰说 除了日本的山口版会 很少有一个明星 敢于在最亏黄的时候 退出力需舞台 说走就走 毅然决然 并且绝不回头 正如罗大悠所说 刘文正有强烈的自恋感 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当他觉得环境不好的时候 他宁愿完全消失 我们作为歌迷和影迷来说 在关心 刘文正身体是否健康的同时 多听他的歌 多看他的电影 就是对他最好的悔念 提到刘文正这个名字 很多人都会觉得陌生 但是对于老一辈的歌迷来讲 他的地位不容动摇 万千少女心中的男神 玉坛中最璀璨的心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事业当红的他 以人间蒸发的方式 与粉丝断了联系 如果说肖战是老天爷 赏饭吃的类型 那么刘文正就是老天爷 追着喂饭的类型 锦衣诱使得他 生活得非常洒脱 校园中的风云人物 一首情歌被电视台签约 事业的起点非常高 从富二代到明星 刘文正断绝了父母的关系 毅然决然地走到我粉丝面前 不得不说 放眼整个娱乐圈 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 明明可以躺在公王铺上 坐直山空 他却为了梦想走出舒适圈 一手落眼的腾红舒适 少女们心中的童话们 对点燃 挺拔的身子 忧郁的眼神 他满足了所有人的幻想 谁能想到 一个不被世俗烟火沾染的人 情感这般的清纯 和听众的情感交织在一起 兰花草的翻唱 有兴趣的人可以聆听一下 独特的声线和嗓音 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三叶里的小语 这首至今分泌的经典曲目 直接让刘文正蹲上了顶峰 迷人的他成为了无人撼动的存在 资源接到手软 他开创了演唱会 NV等诸多先河 未晚被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乐坛不断更替 资源接到手软 事业版图不断的扩张 离不开刘文正的功劳 如此看来 你还会觉得他是一个过去吗 凭借自身的努力 这位巨星推动了整个娱乐圈 毋庸置疑 刘文正是一个想法奇特的人 虽然是艺人的身份 却在不断的创新 挑战自我 他就像一个仙子 下凡体验人生疾苦 还造福了一方 多数娱乐圈是一个名利圈 人人都想要分一别干 刘文正不这样认为 名利双收的时刻 他做出了一个销唇匿迹的决定 很多粉丝无法理解 明明可以称为长青树 为何刘文正验见了多少人 渴望站在聚光灯下 希望走上人生的巅峰 一览众身小的姿态 回头看看 走过的那种喜悦无以言调 但是刘文正验见了 从进入娱乐圈开始 他将自身沉浸在了工作中 错过了太多的风景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